南岛市的老年真靠比雷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日 关乎这期六十当早正式 这次也正出到维生好日报 尽管各位经费保障买在南岛市后面 现件当早创新进学行服务中冠 接着就让既然当初点列 已经每年的完工开用 南岛市后面当早创新进学行服务中冠 社区中心华市参加多余党 并且以外里的表演应该贵宾 关乎用心来搭造到一个国中学区 这个自助动心 让当初的学部来进入社区 减品到照顾者压力 参加者的长辈需要日照 都要去参加 今天如果去日照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因为年轻人都去上班 如果我跟长辈上来这日照 要来照顾 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南投县我们的长照据点的申请 已经来到了十一所 南投市总共有两所 未来我们会积极的布建 除了民间自主的企业之外 我们也希望由我们在政府这边 自己来规划 让更多的工程能够顺利地来进行 这段经局的设计 如果说配合到北高山第一的地下 终于在这边参加的景观 并且加工就没有障碍的设计 结果多工人空间顺利地的轨位 因应到四大人最大的诉求 后面也固设了很重要的 可以洗赛区 可以让我们的健康长辈 可以到那边来帮忙 大家一起来准备中午要吃的 这个午餐 营养的午餐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不是都靠工作人员 那我们期待在我们少子化下 我们长辈一直在增加 我们怎么样 规划出一个互助共荣共生的一个社区 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刚才建筑师讲 基地面积非常大非常完整之外 这算是这个地方吗 有最多赞 刚才议员有讲 对面是我们的国小国中 这里又有全国知名的滕山孤岛 土地取得其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 那也期待说在日后这个长辈中心盖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山上的 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呢 一起来善用这个空间 观众表现 这座中间总经费7千多万 已经美国一百十四年完工 这道美国团队就专业要登校团队建筑 提供有一个博物 基地的女性 长佛都